全国各地最近暴雨连连 大量的雨水导致霹雳河风 旧翼山旁的河水暴涨 直接是冲垮了河堤 整个地面随时都有可能崩塌 接获投诉的水利灌溉局就承诺 下个星期动工修复河堤 以免闹出人命 整个工程预计45天内可以竣工 全部垃圾了 下面全部垃圾了 被那些大水冲走了 那些东西全部 这个应该是从那边大山巴那边 他们看到那些树 然后就一大水来全部冲到来这里了 一下大雨全部那个水高过这里 memang bahaya sebab orang-orang yang keluarga dia datang untuk sembahyang budak-budak kita tak boleh control kadang-kadang kita tengah sembahyang mereka kalau jato habis so ini memang memang terlalu bahaya sehingga mereka pun mengaku JPS pun mengaku ini adalah bahaya jadi mereka kata mereka akan speed up so the speed up is next week 和封广西会馆的会长刘文玲就指出 大水不止冲垮了河堤 那会馆总坟和益山也跟着遭殃 如果不马上维修阻止沙土流失 地面很有可能崩塌 总坟附近的20个坟墓穴也会受到破坏 接获会馆求助的益善助人团体服务队秘书长 英特纳尼就指出 他向水壁灌溉局和工程局投诉 那灌溉局表示已经获得了拨款 会在下个星期会见会馆的理事会 解释河堤的维修工程 包括在河流的两岸置放大石头和铁汁 避免沙土流失 不过英特纳尼强调 这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 希望当局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保障扫墓者的安全 也避免打扰先人 感谢观看